迷你老师的说法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也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够中大奖 好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夕阳情人节了 百惠专柜呢情人套组开战 在今年的金氏卖的还不错 因为呢现在在国际的金价还算是低点 专家建议了是可以逢低买进 或者呢投资黄金存折 因为过完年之后呢 2011年整体来看 国际金价呢有机会占上每盎司1700块美元呢 黄金戒指黄金项链展示柜里头 闪闪发亮 还有一个礼拜才过情人节 金氏套组已经成交好几笔 因为这个才刚到两三天 因为我们三天成分比较多 5000多块 然后另外这一团是3000多的 黄金贵项链坠子也得配合白金 稀释价格但一条也要5000多块 细细尾借连一千都不到也要三四千 看看标签售价还没写上 一天就开盘了 就怕价格写死开盘价一涨就吃亏 但专柜店员说 现在黄金价格还算低档 7号最新国际收盘价 每盎司1348.8美元 不妨逢低买进 因为过完农历年 肯定还有涨价空间 那所有拿来卖黄金的人 通通获利 获利可能不止一倍 不止买黄金 把握时间投资黄金存折 也是不错选择 连央行总裁彭怀南 都有一本 毕竟专家预估2011年国际金价 有机会占上每盎司 一千七百美金 抢占低点 先买先赢 昨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